我想和你读的是第14章第1和第2节 《生命记》第14章第1和第2节 很短,我希望你懂得背了它 虽然你从来都不会背这些金句 这些经文都好像不是金句 但其实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希望今早可以明白、理解 《生命记》第14章第1和第2节 我们一起读吧 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 不可为死人用刀或身 也不可将额上剃光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 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 简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昨晚多谢有几位弟兄收留我 在他们reflection的分享 我在其中也很得到提醒 有弟兄说 怎样会让我离开上帝 是如果带我信耶稣的那个 他离开神 对我影响很大 我们很多时候说 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身上 在耶稣的身上 但是说就容易 真的影响我们信不信 很多时候是我们所尊敬 对我们最有影响的人 如果他都跌倒 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呢 另外一位弟兄的分享 又好像很吊诡 很paradoxical 他提到在事奉忙碌的当中 原来又是可以很容易离开神 我很有共鸣 昨天问我的问题 说院长做什么 院长每天都手忙脚乱 很多事情发生 都关你事 很容易就会自己 用了自己的方法 去解决问题 去处理问题 甚至有时会用自己的脾气 血气 习惯 忘记了 问 到底 神将我摆在这个崗位上 他想我做什么呢 离开上帝 有些时候不是一定要公开 登报纸 脱离教会 很少人这样做的了 有时是你慢慢 越走 越圆 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四个弟兄 很老友 虽然不是同一间中学毕业 但是进了大学之后 在团契我们一起查经 一起成长 打生打死 大家都有很多事奉 感谢神 但是曾几何时 不再业十年再见到其中一位 他说我现在叫做后基督徒 post Christian 等于post modern 我不否认我曾经是基督徒 我不否认基督教对我有些影响 不过现在我不再是基督徒 我问他 我说老友 什么事对你这么大打击 发生了些什么 是不是在你生命当中 上帝令你很失望 他想了一会儿 他很认真的 他读psychology first class honors 毕业 他说其实都没有 其实不过是慢慢慢慢地 淡一下淡一下 好像三花淡蜡那样 这样就没有了 原来没有理由 都可以是一个离开上帝的理由 想清楚 以至到你知道有警觉性 所以圣经里面的律法 其实不是规条 我们说其实他是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去问问题 不是说我已经遵守了这些 他说的东西 我一条都没有触犯到 那我就是一个圣人 不是 不是 就是没有说那一句 是吧 没有说那一句 你知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这是昨晚我们看十三章 我们想掌握的一个方法 一个读圣经的方法 不是停在理解明白 而是停在形容 你如何将这段经文 用在你自己的身上 这个方法 今天我们要继续下去了 今天我们讨论第二个方法 用回昨天我们说这个 哇 今早上的主题有光 是吧 哈哈哈哈 昨晚我们说的想字很重要 今早我们说 有没有 有没有很重要 有还是没有 两个字不会混乱的 没有那个中间黑的 到底你有 还是你没有 十四章说什么 开头两句 各个字都会解释 加起来懂不懂解释 不可以 为死人用刀或身 不可以将额上剃光 哦 那就是今天不可以纹身 是吧 我们读圣经很快的 跳下去 答案是 那你是不是死人 是吧 很清楚说 不可以 不是说不可以用刀或身 是不可以为死人用刀或身 所以不要那么快跳下去 Tattoo 字 那是另一个问题 那是卫生的问题 干不干净 有什么后遗症 你最好问一下那些皮肤科专家 但是这里讲的是 如何对死人 所以下面讲 不可以将额上剃光 是不是都是讲死人 如果这两句说话是一句连贯的吩咐的时候 那这个死人的object 就包括了两个行为 一个是用刀或身 一个是剃光它的额头 你马上就会问 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 圣经的解释 未必是你在想的解释 所以你读的时候 你问完为什么 你要虚心 谦卑 聆听 是不是骯髒 有什么原因 有什么原因 我不可以这样做呢 上帝说的原因 圣经说的原因 摩西提醒以色列的原因 你们是耶和华 你们神的儿女 这是原因 然后因为 第二次看到那个连接词 因为 这是原因 因为你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民 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 减选你得作自己的子民 所以如果你问圣经 为什么呢 他给你的答案就是减选 因为神减选你 在万民当中 在这么多人当中 有时候不用想万国万民这么阔 就是想想你家里 刚才我给了访问 你家里有什么人 你又数一下你家里有多少人 在你的直系亲属当中 还是在你的extended family 家族里面 有多少基督徒 为什么你会信了耶稣 你会信了耶稣 撞对的 不幸运 走入教会 认识了一班这样的朋友 有空就说要查经 查查查一下 那又信了 是啊 每个人信耶稣的经历 都可以很特别很奇怪 我太太是在祈祷会里面信耶稣 祈祷会最闷的 不是啊 他看到一班基督徒祈祷 他问为什么 没有人呼召的 大家轮流祈祷 轮到他的时候他开声祈祷 竟然就是信耶稣要祈祷 他自己求上帝接纳他 那就做了基督徒了 是 过程各个都不同 但圣经用的解释就是 选选 是上帝选你的 啊 感谢主啊 上帝选我不选他 我们的考试心态出力 是吧 只有一个第一 我第一就没有第二个了 不是不是不是 你知道上帝选你 是为了让祂的恩典 透过你 可以临到身边未曾认识祂的人 那不是原因 那是目的 分不分得出两件事 一个在背后 为什么啊 一个是为了什么的 上帝选选了我们 叫我们成为祂的子民 不只是 成为祂的儿女 目的 不只是我们自己得到祝福 得到益处 目的 是让神的救恩 临到万民 你先挑选你 那你就责任更大了 是啊 全家信不信耶稣 看你的了 哇 哇 好像如果你在香港 中文大学生 读书 你懂得唱那首校歌 是不是 就是 艰苦我奋盡 困惑我多情 背着十字架 很沉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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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处 经文教我们 怎样 能够让神的恩典 透过祂拣选我们 可以临到我们身边的人 这里用的四个字 刚才你读 有没有留意 什么意思 因为你归耶和话 你神 为圣洁的民 圣洁是什么意思呢 哦 就是头上有光圈 走路不碰地 每个礼拜都禁食 不是 那些我们是心目中 中国文化传统的圣人的观念 圣洁不是这样的意思 圣洁在旧约圣经里面 是用在回幕的器皿 不是先用在人的身上的 回幕里面所有的器皿 都是归耶和话为圣 所以不是说他会不会犯罪 得罪上帝 器皿是死物来的 是说谁可以用它 大祭司请吃饭 不可以过去旁边 借碗碗碟碟过来的 洗干净 用热水高温消毒 策令它还回 不行的 因为只是可以给上帝用 那些是分别为圣的器皿 只有上帝可以用 你和我的生命分别为圣 给谁用 《生命记》十四章 是在问这件事 不过它很奇怪 它忽然之间 无端端跟你说两句 不可为死人用刀或身 也不可将额上剃光 你问为什么 它不是跟你解释这件事 它是跟你解释你的身份 你是谁 你是上帝所选 你是祂的儿女 你是祂的子民 因为这样 你就要 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 你就要跟其他的人有不同 这里用的例子 昨天我们说举一反三 这里用的第一个例子 是如何处理死亡 这件事 我们中国人就很明白 有人死了 很大件事 你如何处理一个人的身后事 中国人有很多事情 你信了耶稣 你马上就会不同 大家在那树上要鞠躬 大家在那树上要打斋念佛 这两个人信了教 他们穿着黑袍坐在一边就可以了 你去殡仪馆 香港就是了 基督教的礼仪的走进去 他不会叫你三菊公 他会叫你墨土 有些不适性的唐官说 请来宾向死人墨土 搞错了 他以为菊公向死人 基督徒墨土也向死人 那分别在哪里 其实外面的人不明白 但他知道有分别 信了耶稣就有些不同 不要为死人用刀或身 不要将额上剃光 是当时的分别 举一反三 请问今天在处理面对死亡 你和我有些什么分别 你有些什么分别 你说不到我做事 我家里最小的是我 七个哥哥姐姐 开家庭会议用佛教仪式 还是没有宗教仪式 从来都不轮到我说 要找牧师来主持安息礼拜 是 你处理不了长辈的死亡 你如何处理自己的死亡 哎呦 再说过你大吉利是 吐吐口水再说过 我这么年轻 谁说年轻不会死的 我 你是谁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你现在不想 那谁帮你想想 有七个哥哥姐姐帮你想想 到你的身后事的时候 他们又投票 用佛教仪式 那你就居居了 又上刀山又下游祸 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决定 自己如何面对死亡 你避忌些什么 你怕些什么 你猜些什么 有没有分别的 那不是表面的仪式的分别 那是你内心的信仰的分别 你知不知道死了之后你在哪里 你有没有盼望的 你有没有把握的 死亡根据圣经 是一件什么事 你懂的 圣经怎么说死亡 睡觉 昨晚你有没有睡觉 临睡之前 哎呀我很害怕 因为我要睡觉 怕什么 我怕我明天起不了身 会 不过你从来都不会 是吧 踏下床0.96秒 叮当和大红的记录 是吧 就睡着了 你是不是这样面对死亡的 踏下床0.96秒 起身就是荣耀的复活了 所以《生命记》十四章 很多人说 救药不理死亡不理复活的 这里是讲死亡的 它讲有分别的 属神的儿女 属神的子民 在这件生死的大事上 是有分别的 你有什么分别 我不知道今天 预备了什么三条题目 今天有没有三条题目 有吗 有吗 有没有问这个问题 举一反三 反了一 死亡 那生命呢 有一天你结婚 生儿子 出世了 是儿子 那你怎样慶祝 又是派红鸡蛋 有什么分别 面对生命 有什么分别 不要说那么远 我生不生儿子 都没有很久知道 你生日的 你不生儿子 你生日的 是吧 昨天已经不止一个人生日了 我看到几个蛋糕 除了人又吃蛋糕 你又吃蛋糕之外 你的生日 和未曾认识神的人 有什么分别的 有没有分别的 很多人大条道理说 为什么要有分别 人人过生日 都是吃一餐劲的 基督徒最多就是吃饭前祈祷 原来吃饭前祈祷 是你唯一的分别 我留意到 有些人写他有什么想法 他说我有个简朴生活的想法 那就是过生日就不要吃饭前祈祷了 就将你吃饭前祈祷的那笔钱 怎么用 不用送礼了 刚才在说哪个生日 送一架飞机给他 不是真的那些 是跌到海那一架 你过生日 和其他人过生日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因为你是神的子民 有没有分别 如果没有分别 你身边的人 看到信耶稣不信耶稣 都一样 就过了 那信耶稣就说要大声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他在问我们这些很迷身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接着 你开始看不明白 那些字很深 第三节开始 一直到第二十一节 里面说了很多东西不能吃的 对不对 你又问了 为什么 其实原因说了 第二节说 因为你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子民 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要吃 动物当中 走兽当中 这些你可以吃 这些你不可以吃 第九节 水中 昨天进来之前 你们的顾问车了我去Fish Market 哇 真的很多东西吃 什么东西都有 如果你拿圣经出来看看 他告诉你 那些有刺有伦的可以吃 无刺无伦的 我们中国人就更加可以吃 是吧 煮得熟的就吃得了 有什么分别 你不是在这里说 那些字怎么读 不懂读 不懂读就吃得了 不是 在食物上面 是吧 在最简单的生活 起居的习惯上面 有没有分别 要不就有 要不就没有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分别 我们不需要去跟跟计 当时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的分别是什么 因为时而世逆 你保留当年的分别 今天未必适用 我举一个例子 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 教会就教我们不要看电影 因为看电影的那些镜头不好的 所以我们就记得了 不要进电影院 后来不用进电影院看电影了 后来发明有电视机了 就是电影院走进我们家了 我很记得 我楼下住的牧师 是第一个买电视机的 他要跟我们解释 为什么他家里面有个电影院 现在不用了 有一部电脑 有个iPhone 什么看不到 什么都看到 你要看什么就有什么 分别是什么 在哪里画一条街 这是圣经在问我们 他用食物 就是这么简单 你天天都要吃三餐 有些人不止 不停吃 Chain Smoker 不是Chain Eater 不要紧 其实圣经不是关心你 究竟体重有多少 肥还是收 他关心的是 在你日常的生活 习惯里面 有没有分别呢 星期日 人人都睡到半夜 半夜三餐都不睡 早上就睡到 过了中午才起床 不是啊 我要回教会 所以我很早就起床 我就预备敬拜 现在好了 教会开星期六晚堂了 我星期日就可以大教训了 是 你参加了崇拜 星期六参加了 所以星期日 你很良心安乐地睡 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说有没有分别呢 在你最简单的生活 所以第一个例子 和第二个例子 其实一个是说生死大事 一生人一次 你说不是我死两次 那你拉撒路吗 一次的 是吧 好好地计划 好好地准备 有把握 不用临到尾的时候 才问 有没有软木啊 我还没有缺智啊 但是跟着问的是 你日常生活 很少的事情上面 有没有分别 再问下去 由第二十二节开始 去到第二十七节这一段 就讲你的田间所修成的十分之一 五谷伸走 牛群羊群投生的 这些是你的财产 这些是你的收入 这些是你勤力做工所赚到的 正大光明啊 我没有去赌啊 清灵会十届都叫我不可赌博啊 我没有炒的 幸好而已 如果不是香港股市那样想法 我便会亏的了 我全部是勤勤力力 成成实实 赚回来 是我的钱来的 圣经问我们 在你成成实实 所赚取得回来的财富 在你用的时候 有没有分别的 经文吩咐以色列人十分一要拿出来 不是你自己用的 我们怎么用 是 你在敬拜上帝的时候 你可以带上去 然后和你的家 第26节说 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 吃喝快乐 还有27节 还有27节 还未完 这里说 分别是什么 除了你吃喝快乐 和你家人一起享受 你牢牢所赚取的财富之后 住在你城的利美人 你不要丢弃他 因为他在你中间 无份无业 利美人是那些服侍上帝 专心教导百姓 所以他们没有耕种 他们没有收入 以色列人在他们用金钱 用他们的财富的时候 有什么分别 有没有分别 这里举了三个不同的例 记得吗 一个是死亡 一个是饮食 第三 钱财 在这些范围上 他不是在问你在敬拜上 和未信耶稣的人有分别 他不是在问你在侍奉上 奉献自己做宣教士 那就很大分别 不是 他是在说每一个属神的人 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每一个被上帝挑选的子民 在他们日常的生活 大小的事情上面 有什么分别 所以你不可以只问 问了这句为什么 那句为什么 那还没完 那还没开始 昨晚我们说 你要问 但我今天 在这三个范围上 我 立志 有以下的分别 你能不能够想清楚 你能不能够想清楚 you made a difference 你能够想清楚 想过 我要有这样的分别 这个分别 其实有目的 有目标 有方向 当你再读下去的时候 十四章十五章 就提醒我们 作为神的子民 他们另外 在三件事情上面 都跟他们的财富有直接关系 不过 接下来举的三个例 就不单止有分别 并且是上帝用他们的分别 来达到一个目标 十四章 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你有圣经吧 我们一起读 都是两节的圣经 刚才我们读了最初的两节 现在我们读最后的两节 来我们一起读神的说话 每逢三年的末一年 你要将本年的土产 十分之一都取出来 即存在你的城中 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味人 和你城里寄居的 并孤儿寡苦都可以来 吃得饱足 这样也会说你的神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与你 都是讲十分一 这个是重复 但是不重复的更多 这里不是讲每年的十分一 前面讲的是每年的十分一 现在讲的是三年 最后那一年 那一次的十分一 就不只是拿去敬拜神的时候 和你家人一起快快乐乐 这样吃一餐 不只是记得那些利味人 刚才你读过了 二十九节讲 在你城里面的利味人 还有什么 寄居的 孤儿寡苦 你都可以让他们得到饱足 你的分别带来别人的好处 这些孤儿寡苦 是否都是神的百姓 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 应该都是弟兄姊妹 寄居的呢 寄居的就不一定是 那他还没有信上帝 那就没有分的了 是吧 Members only 不是的 你的分别 带给你周围的人 有需要的人 没有分他们 认识神不认识神 都因为你得到祝福 这是第一个例子 十五章 很长的经文 我们不读了 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讲的是每逢七年 最后的一年 你就要豁免借给轮舍欠你的债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你弟兄当中有穷佛的 你不可以不理他们 在第四、第五节那些说 如果你遵行上帝的吩咐 在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了 哇 这个是共产主义的理想 圣经不只是说理想的 你看到十一节 读圣经要读完的 十一节那说 原来在地上的穷人 是永不断绝的 这两句矛盾的 为什么呢 不是 两句都是真的 不停会有穷人的 但是如果你愿意对他们 有怜悯的心 你就起码可以帮助 部份你接触得到的穷人 使他们不用一世贫穷 可以有翻身的机会 六年 第七年 最后那一年 你要这样做 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就讲奴隶 又是六年 到第七年 你要释放你家里面的奴隶 这些奴隶 这些奴隶 什么原因都好 卖了自己 去服侍你 六年的 这些奴隶 第七年 你要无条件 让他们离开 重新做人 不是说他们做错事 是他们可以自己自工自给 不再做奴隶 一世做奴隶 有什么不同 如果神的子民在他们的群体当中 他们这样来听上帝的吩咐 这个社会很不同 这个社会很有情 在他们中间的孤儿寡苦寄居者 是得到看顾的 在他们当中欠债的人 马上想起希腊 是吧 该死吧 个个都不交税 我们是这样的心态 这个人穷 谁叫你手指纳梭 这么大洗 我们当然是怪他 圣经没有问他为什么贫穷 圣经问的是 你是属于上帝的儿女 你对他和其他人对他有没有分别 如果有分别的话 在你们当中就没有穷人 那很理想 不是啊 永远都有穷人 不过他来到教会 他就不再贫穷了 这个分别 带来周围的人 会问 为什么你们这么好 为什么基督徒会这么好 于是你就有机会 告诉他 不是我们好的 其实我们都很贪钱 其实我们都很紧张 我们有什么 不过我们是被上帝挑选 于是他就跟着问 为什么你的上帝这么好 你的上帝不是 谁抬消猪来 就祝福谁 谁奉献得最多 上帝就是赐福他最多 不是的 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 你问我 不是我想跟你说耶稣 他为我们成为贫穷 使我们成为富足 哎呀 这是什么 你来听牧师说 我说不清楚了 是你要听的 不是我要跟你传道 说清楚了 你信了不关我事 是吗 分别出来 你就能够为主做见证 就不是靠说的 最骤忌的就是 信了耶稣 第一次回去放假 见到父母 父母还没信主 就拿三福出来 爸爸你今天死了 今晚才去哪里 一巴星过来 中国人 你和父母说这些东西 想分家产 不是耶稣教我更坏 不是这样的 你有分别 以前从来都不会走进厨房帮忙 哎呀 怎么这么好死 今次放学回来 只是放假回来 这么肯帮忙 是呀去完清理会教我的 为什么你肯这么做 父母疼你 他很关心你 他从小看你大 又看着你坏 现在你变好了 他很感觉的 他不问你 他看在眼内 你不要跟他说 你忍不忍得住 我都不敢 圣灵帮助你 不出声 不过你做好些 你的分别 会令到他好奇 我们在外国读书的时候 很记得有团友祈祷会的时候 问我来到我信了耶稣 我知道这个上帝很真的 我决心一生要跟从他 那我应该洗礼了 我打开闹头 感谢主 为你祈祷了很久 但我父母不赞成 那我应该是殉道 还是瞒着他们 还是要得到他们批准呢 你怎么回答他 我还记得这个弟兄的样子 小小粒粒 但问的时候 眼泛泪光 很认真 因为他想要殉道 中国人就不用殉道 尤其是孩子 我们另外在教会里面 认识一个巴基斯坦的同学 回教的家庭 他信了耶稣 他真的告诉我们 如果我回家 我是大儿子 我告诉我父母 我信了主 做了基督徒 洗了礼 他说我可能会死的 在我们的传统里面 这个不单是叛教 这个简直是造反 父母当没有了我这个儿子 我的哥哥就出手了 这个香港的同学 不用殉道 所以他想着我瞒着我父母 你们不要说 我洗礼 我们跟他说 为什么不等你放假回去 跟你家里 跟你父母聊聊天 给他们了解 他们一定反对 反对你都可以说 他们不听 写封信可以吗 录音带可以吗 WhatsApp recording 我太太跟我出来读书的时候 我爱苦未信主 我们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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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定的数据,什么时候,什么月,什么日 因为我外父是开店的 所以他每年报税的纪录很清楚,他很习惯 他看的,他听的 虽然他的口很硬,不要被神棍骗 我很记得拍拖之后,我见未来外母 他问你爸爸做姓杭的,我差点想回答他神棍 你们做什么,我又说神棍 是很反对的,但是你的不同 结果我外父外母信主不是因为我太太 她是最小的全家,是因为她大姐姐 她大姐姐是到40岁葛培里报道会决志信主 信主之后生命开始不同 父母看在眼内,心里面就问 为什么人到这样的年纪没有得改的 都改变了 分别,有分别 神的恩典临到你,你影响身边的人 这里说的分别是在社会上带来的影响 是啊,香港很有钱的了,个个都千万富佣的了 有层楼就已经很厉害了 不过还有很多基层的人 所以教会还按时按后去派饭的 你知道吗?在香港 劏房那些,在公屋那些,特别是老人家 哎呀,做这些事情,多你一盒不多,少你一盒不少 为什么你会这样做?有空没工作? 不是的,个个都很忙的 为什么你有分别?影响得多少? 我们不是要影响全世界 我们不敢影响全中国 整个香港都没有影响到 不过,我们影响到沙田 其中一个屋邨两层楼的老人家 值不值得做? 你在Sydney 你又可以影响到哪些? 有没有分别? 关键是有 还是没有 你不想,没有分别 要想的 要问的 读完圣经之后 他没有教你怎么做 所以,其实是海阔天空的 其实不是困住你的 其实是很creative的 不同的training背景 我是学social work 不是,我是学clinical psychology 不是,我是学历史的 已经有很不同的ideas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 和他不同 圣经不是规定你 只有一个方法 他只是问你 有,还是没有分别 怎样分别 其实是创意无限的 问题是你想不想的 你不想 那就默守成规 是吗 我赶着回礼拜堂 有个乞衣在旁边 你也看不到 不是的 我小时候很记得 我们教会旁边的冷寒 真的住了乞衣 一个婆婆 我们走过 一开始就嫌他 哎呀难生难世 后来圣经吩咐的 要照顾这些人 走去给他一元 一元当时已经很贵了 很多钱了 有一次过新年 我说不是 我说要感动一下他 我拿了我逗礼仕的十元 放在他的手上 我说不用那么多 不用那么多 很有Integrity 行乞也好 不用那么多 就随便可以了 结果就是这样 我们把他搬进教会里面 他在听道 信了耶稣 洗礼 参加我们的务道班 他开始礼拜日 穿着不同的衣服出现了 有改变的 有impact 哎呀还有这么多 黑衣 你什么时候做得完 那不是我不做的原因 如果每个教会都做的 十间教会就影响十条街 是吧 二十间就影响二十条街 有没有分别 关键是有还是没有 我教会不做的 你团契做不做 团契也不做的 你个小组做不做 小组也不做 几兄弟做不做 我们三个一起祈祷 有感动 谈完之后 我们可以做到这些 我就去做 Make a difference 律法 律法不是规条 律法不是规条 律法是个creativity 是问你 然后你想想 Sky is the limit 你想得到的分别 你试试去做 你看上帝如何用你 很少 十分一 上帝如何用那五饼二鱼 不用买五千个饼 五百条鱼 不用的 你放在他的手中 分别为圣 什么是律法 新明记一直讲下去 我们由十三章 现在看到十四章 十五章 还有十六章 十五章最后十九节开始 就讲过节了 十六章里面提到有三个节日 是以色列人当时要过的节期 第一个叫做如月节 第二个叫做七七节 或者叫做五秦节 第三个叫做住棚节 其实这三个节期 都是本来嘉南 龙庚社会的节期来的 如月节 你看到吗 在第三节 十六章第三节 那时候讲 要吃无教饼 其实教 就是以前社会 每年大数除的时候 要清洁的其中一样东西 新年之前 你倒下的房子 现在宿舍不倒下 你不倒下 最后都要倒下 所以我们以前 读书的时候 住宿舍 我和太太 那间宿舍 最干净的就是 搬出去那天 因为人家来检查,爱丁堡大学那些检查宿舍 他用手指去抹一下长脚的线 抹完之后有尘,那你就要去抹 所以我们说,整间屋最美的那天就是交给人的那天 为什么平时不做呢? 本来只是一个去旧形身,大扫除的日子 以色列人用了那个节日来纪念他们出埃及蒙拯救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五秦节,七七节,本来是他们收割的时候 你看到吗?从你开廉收割和价,继七七日,四十九日 那你就过这个五秦节 其实是他们收成的庆祝 等于今天考完试了,今晚去庆祝一下 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节日 但这个节旗 成为他们 纪念上帝颁布律法 教他们 怎样生活 西奶 就是立约的一个节旗 住棚节 是他们将收割得来的谷物和酒收藏起来 今年过了一个封年了 很奇怪 圣经吩咐他们 不要住在家里 要在家里门口搭棚 做什么? 纪念他们曾经在抗野四十年 抗野四十年有什么好纪念? 不用回去抗野纪念 在家里门口 记得当时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每日起床出去执马拿 安息日前执两日 不要执多,不要执少 每日信靠上帝这样过生活 比起你收藏很多在家里更加重要 这个是住棚节的意思 换句话说 圣经没有不让他们过节 基督徒选拼生活 圣诞节又不准买圣诞树 新年又不准逗利是 更加不准逗利是 大家见到一面就主祝福你 就够了 不用 你一样可以过节 简单点 不要那么铺张 不要吃到那么厉害 对 但你过节有什么不同? 今天我们只记得过圣诞节 过复活节应该放假 感谢神 我们始终在基督教的国家 澳洲有没有放假? 圣诞节有得放假? 你知道中国大陆是没有放假的 你知道台湾那天不是叫圣诞节的 台湾12月25日放假 因为蒋介石是基督徒 他们叫行献纪念日 受苦节有没有放假? 有啊 基督教国家 香港回归九七的时候 曾经遥传 说政府想取消 对不起 说错了 政府不是遥传 现在是事实 政府要加佛弹成为公众假期 用农历的计划 所以每年浮动 当然取消的就是英女王受臣 离开了殖民地 还纪念英女王生日做什么呢? 纪念佛祖生日 基督徒就写信去报纸抗议 怎可以将部分市民的宗教信仰 强加诸全香港市民身上 那谁逼人在受苦节放假呢? 谁逼人在圣诞节放假呢? 那是教会 所以当年我们应该做的就是 退回我们这几天的假期 给香港政府 当然不舍得 其实不是我们不舍得 其实香港人不舍得 政府开完会之后发觉 这两个假期是少有 除了新年之外的Long Weekend 尤其是复活节 你可以过节 不过教会 懂得如何过中秋节? 如何过重阳节? 如何过端午节? 如何过端午节? 如何过冬节? 这些是中国人的节日 我们就照中国传统办 圣经都问 你过你民族传统的节日 有没有不同? 有没有不同? 你不想 那就没有不同? 就照过 最擅长的是 在弟兄组织对龙洲队 排完龙洲队去吃饭 吃完饭去查经 那些姊妹呢? 中秋节 又只是吃月饼 现在都没有反清复明 不是我们塞条纸条 在里面 实在圣经金句 是不是这样? 从阳节 灯高? 是吗? 可以 你可以过父亲节 母亲节 教会 现在甚至庆祝儿童节 还秘书节 什么都庆祝 可以 圣经没有禁止 不过有没有分别呢? 今早我们看的经文 其实只是问一条问题 有没有分别呢? 举一反三 他提了几个不同的范围 记得 死亡 饮食 财富 如果你按照上帝的提醒去做 你会影响你的社区 穷人得到帮助 孤儿寡苦 得到照顾 你可以让他们有重新起步的机会 第七年 免债 释放奴隶 然后圣经再说下去 过年过节 你是神的子民 你是神的疑虑 有没有分别? 律法是和我们讨论这些事情的 对 感谢观看